私營骨灰安治所條例去年年終生效 私營骨灰堪位停售接近一年 公眾堪位又需要長時間淪後 暫存骨灰設施不准拜祭 有不少家屬唯有將骨灰暫存在長生店 包括未能放置骨灰的絲牌長生店 近日紅磡有絲牌長生店遭到食環處骨灰所辦巡查 更被要求短時間內停辦 以及通知家屬取回骨灰 我覺得如果你生意出了的話 你完全對於我們來說是沒有生存空間 你完全沒殺了我們的生存空間 目前全港有125間負責臉壯、出殯和火化等服務的長生店 其中絲牌有45間 業界估計有超過1000份骨灰受到影響 批評處方做法荒謬 很荒謬 你出一個牌給這個殯葬商 你知道他會接觸這些死者的骨灰 在未立法之前 他們為何可以容忍這件事呢 就是他們已經有地方可以暫時安置 他們經營了 而滯留在他們的骨灰 例如隔離的道堂 隔離左右的私家的坎位 但是法理通過之後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所有的牆都不敢再接骨灰擺 這些長生店遇到一個困難 他公司不能放 周邊也不能放 叫家人馬上去買私家位 或供應位都沒有 那他們現在就呈現啼力 食環處表示 由有關條例生效至今年5月底 骨灰所辦已經進行超過700次巡查 並且接獲大約60宗投訴 目前總共有142間私營骨灰安置所 提交的指明文書申請正在處理中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請便幫我轉 試骨灰 請便在幫我轉 回家 引判